日前俄羅斯徽兵入侵烏克蘭,嚴重傷及無辜平民,而引發國際社會群起撻法。 陸續對克里·姆林宮及其支持者制出了廣泛制裁。 隨著西方對俄國制出一波波的制裁,已經令俄國富豪的資產蒸發了830億美元。 有多人因為害怕遭到對付,已紛紛開著超級遊艇逃亡他國。 由海上交通追蹤數據顯示出,目前已至少有5艘由俄羅斯英萬富翁所擁有支超級遊艇在2號出現於馬爾代夫海域。 也有不少富豪正在海上逃亡,已被開西方國家之制裁。 俄羅斯富豪的資產在一連串的制裁之下,目前已蒸發了830億美元。 又加上目前各國打算針對寡頭下手,致使富豪不得不避走他國。 由船隻追蹤數字可見,截至北京時間2號,至少已有5艘俄國超級遊艇正在馬爾代夫亭帕或巡航。 希望能夠在這座與美國沒有引渡條約之島最上避難。 目前馬爾代夫最大的4艘遊艇佳尼自於俄羅斯。 據Souping Autofan網站介紹,其中最大的遊艇為海洋勝利號。 它的船長達140公尺。 它是全球最大鋼鐵生產商之一MMK的大股東拉瀋尼科夫擁有。 全球第三大女業公司女俄之創始人德里帕斯卡所擁有的Kelio也停泊於首都瑪利附近。 與此同時,俄羅斯的其他富豪也正在看著在海上逃亡。 另一名光鐵富豪摩達雪夫也正開著超級遊艇Nord要前往非洲塞席爾。 俄國的銀行家俄斯丁就開著海上狂賞曲由土耳其逃向馬爾代夫。 俄羅斯英萬富豪烏斯曼諾夫於2月28日遭到歐盟制裁,在其名下擁有一手包含超大泳池。 其價值將近6億美元之豪華遊艇迪爾巴浩現金已在德國被當局扣押。 據傅比士指出,2016年烏斯曼諾夫以6億美元的價格,向德國的造船商Luzern購買迪爾巴浩。 這家公司用了52個月替它制定了這艘遊艇,並說其尺寸和技術上皆是有史以來最為複雜和最具挑戰性的遊艇之一。 這艘迪爾巴浩長達512英尺,重量為15917噸,堪稱是全球總噸位最大支機動遊艇。 由上年10月底以來,一直都在德國製船公司位於北部城市漢堡資造船廠進行改裝,現今已被漢堡當局扣押。 烏斯曼諾夫資產估計多達數十億美元,第二巴浩只是其中一部分,其擁有押金最大的遊艇內泳池,而且通常有96名船組員。 其實烏斯曼諾夫手上,還握有鐵礦和鋼鐵巨頭Metalo Invest,電子公司小米之股份,也有少量電信、礦業和媒體股份。 他與另一位俄國英萬富豪米爾納,也是Facebook最早的投資者之一,甚至在西方擁有大量房地產,其遍及英國倫敦至德國蒙尼克。 隨著俄羅斯軍隊持續打擊烏克蘭,拜登政府3月3日宣布對俄羅斯寡頭和普京核心圈的其他人實施新制裁。 拜登還要求國會提供100億新資金援助烏克蘭。 美聯社報導,新制裁的對象包括普京的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和俄國富豪普京的親民盟友烏斯曼諾夫。 美國國務院還宣布將對19名俄羅斯寡頭及其數十名家庭成員和親密夥伴實施簽證禁令。 這些人及其家庭成員將與美國金融體系隔絕,他們在美國的資產將被凍結,他們的財產將被禁止使用。 白宮在聲明中表示,烏斯曼諾夫和其他人的財產將被禁止在美國和美國人使用。 他的資產包括他的超級遊艇Duber和私人飛機。Duber是世界最大遊艇,德國已將這艘遊艇扣押。 隨著西方相繼制出制裁,俄國寡頭資產蒸發紛紛逃亡他國。 海上交通追蹤數據顯示,3月2日至少有5艘俄國英萬富豪名下的超級遊艇出現在馬爾代夫海域。 白宮新聞發言人普薩基3月2日表示,將對普京個人施加辛制裁。Fox 新聞報導,拜登政府正在要求國會提供至少100億美元的新資金以援助烏克蘭。 作為協議的一部分,立法者正努力於3月11日期限前敲定,我們還敦促國會為兩個緊迫的需求提供補充資金。 一是支持烏克蘭,二是繼續COVID應對工作。OMB代理主任蘇聯達央星期四表示, 由2021年以來,美國已向烏克蘭提供了超過14億美元的援助。 我們將與我們的歐洲盟友和夥伴一起,要求俄羅斯對其無理無端的入侵負責。 楊補聰說,為了繼續這項重要的工作並進一步支持烏克蘭人民, 我們要求在未來幾天和幾個星期內,向烏克蘭和鄰近地區提供額外的 人道主義、安全和經濟援助,提供100億美元。 烏克蘭正面臨越來越多的轟炸和導彈襲擊。 同時,俄羅斯軍艦正在駛向奧德薩。 美國官員預計俄羅斯最早將於星期四開始兩棲攻擊, 國會需要在3月11日前通過一項綜合支出法案, 或一項持續性決議,否則政府將會關閉。 拜登政府還要求再提供225億美元的與冠狀病毒相關的援助, 用於治療、疫苗和病毒檢測。 烏克蘭的資金很可能得到兩黨的支持, 但共和黨人可能會拒絕任何COVID-19資金。 美聯社援引一名美國國防官員消息指, 五國大樓已與俄羅斯國防部建立直至溝通渠道, 目的是防止誤判、軍事事件和升級。 《華爾街日報》報導, 美國官員週三表示, 拜登政府取消了空軍Miniuteman-3導彈的常規試射, 以避免與俄羅斯的核緊張局勢升級。 美國空軍員計劃於3月3日週四凌晨, 在范登堡空軍基地進行這次試射。 官員說,由於與克里姆林宮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緊張關係, 拜登政府週三決定推遲這次試射。 普京週日下令, 軍隊確保其核力量進入特殊尖備狀態。 外長拉夫羅夫日前又告知媒體, 若然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一定會動用恨武, 引返外界擔憂。 俄烏衝突以來, 法國總統馬克龍3月3日第三度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電話, 據報兩人談了90分鐘。 馬克龍分析普京在電話中的表態認為, 最糟糕的還未到, 普京意在奪取整個烏克蘭。 根據巴黎和莫斯科各自的說法, 馬克龍警告普京正在烏克蘭犯落大錯, 會令俄羅斯付出長期重大代價, 但是普京堅持會繼續這場行動。 據法新社3月3日報道, 馬克龍的一名高級助理披露, 總統的預期是, 從俄羅斯總統所說的看來, 最糟糕的還未來到。 普京總統跟我們說的, 沒有一件事能夠令我們放心。 他展現出極大決心要繼續這場行動。 普京打算奪取整個烏克蘭的控制權。 用他的話來說, 他會繼續執行這場烏克蘭去納粹化行動到底。 馬克龍在電話中還力速普京避免傷害平民, 並請他允許印度援助進入。 普京對此表示贊成, 但是沒有做出任何承諾。 同時普京否認俄軍將烏克蘭民用基礎設施當攻擊目標。 克里姆林宮表示, 普京在電話中提到, 有人試圖拖延談判來爭取時間。 這種做法將只會令我們在談判中增加對基附的要求。 普京再次誓言, 要達成令烏克蘭去軍事化的目標。 他告知馬克龍, 俄羅斯打算繼續這場打擊民族主義武裝集團 號戰分子的永不妥協戰事。 綜合各界分析解讀, 普京對烏克蘭提出的去軍事化的要求, 並非要剝奪烏克蘭擁有自身軍力權利, 而是要制止烏克蘭近年依賴北約國家運送軍備, 甚至企圖最終加入北約的政治趨勢。 烏克蘭作為前蘇聯的核心地區, 與俄羅斯在軍事和工業上都有物不可分的關係。 1990年7月16日由烏克蘭議會通過的烏克蘭國家主權宣言, 一方面擴立了烏克蘭法律相對於蘇聯法律的優先地位, 以及其保有獨立軍隊和中央銀行的權力。 另一方面也明確宣示烏克蘭決議成為一個永久中立國家, 不會加入軍事陣營,而且不會接受生產製造型武器。 其後烏克蘭的憲法也明明禁止外國在該國設立軍事基地。 2004年至2005年的橙色革命之後, 港烏克蘭與親西方的右先科上台,擊敗了親俄的阿努科維奇, 確立了烏克蘭以加入北約為最終國家安全目標的路向。 烏克蘭國會於2014年正式取消了其不加入陣營的政策, 現任總統澤連斯基上台,更在2019年將加入北約的目標寫入憲法中, 與其中不容許外國設置軍事基地的中立國家條文, 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衝突。 阿里米亞已公投任俄之後,2015年辭任烏克蘭總統波羅辛科, 與俄國簽訂的明斯克協定, 規定烏克蘭須給予烏東涅頓茨克和路金斯克兩州特殊地位, 以換取他們實現全面重歸烏克蘭控制。 但是,烏克蘭民族情緒高漲, 最終導致波羅辛科2015年的小規模修憲上司失敗, 對此普京在其2月21日的發言中就表明, 在無止境一樣的半年來, 我們已經做了一切可能做的去以和平政治手段解決局面, 但一切都付諸東流。 普京的去軍事化要求, 就是要烏克蘭重新回到其獨立之初的中立國家初心。 你也要求過一個人, 因為你不是在那邊, 我先進變大學, 不是在那邊, 就像我所在一切不能詐騙, 所以要烏克蘭尼, 就是要烏克蘭尼, 就要烏克蘭尼. 也要烏克蘭尼, 這才是烏克蘭尼, 就要烏克蘭尼, 就是要烏克蘭尼, 在烏克蘭尼, 就是要烏克蘭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